国外很火的独魔谷测试 你听说过吗 它可以测试手机平板等各种设备的GPU渲染性能 甭管多归的设备 在这个测试面前都得歇菜 你还别不信 歇上15Pro试试 A17 Pro在独魔谷面前 转动的流畅度还可以 但一旦快速操作就会掉针 但是它可以很流畅的滑出控中心 以及挡回桌面 再看看安卓阵营的两人大将 骁龙803 天机9300 也能流畅的转动 但是缩放软度明显比A17有更大的卡动感 等下拉控中心这种卡动感就更明显 按理说A17的GPU不如这根两 但为什么苹果就更流畅 是软硬件结合的更好 还是Safari加成呢 接下来请出麒麟9010 首先可以转动 但的确是一卡一卡的 其次是操作 放大缩小也真的是卡 下拉菜单延迟也更久了 不过可以流畅的转动 已经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了 很期待下一代的9100 当然了 这个本身就是针对电脑测试 对手机有点苛刻 那就换上最贵的平板电脑 M4 iPad Pro 操作了一会儿 没想到它竟然这么流畅 其他的设备你可能在意的是卡或不卡 换了M4你会在意的是是否丝滑跟手 但地表最强的M4就到这儿了吗 M4说我要打四个 同时打开四个窗口在转动 仍然可以进行缩放操作 感觉是仍要余力啊 我看有人同时打开了六个也能转 那问题来了 你的设备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评论区讨论一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